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的8月15號 8月18號這個星期日,香港將會再一次舉行大遊行 香港警方沒有批准這次遊行,但是我相信遊行的人 還是會非常的多,規模可能會超出100萬人 甚至有可能破紀錄超出200萬人 在過去這兩個多月的幾次大遊行當中 都出現了一種現象,就是遊行結束以後 絕大多數的這些參與者他們會散去、會回家 但是還有一部分年輕人叫做勇武派 他們有時候是幾百人,有時候幾千人 他們不會回家,他們會去包圍或者去衝擊香港的 政府機構、立法會、中聯辦 最後與警方就會形成激烈的對抗 那麼這些年輕人非常勇敢,但是我建議 8月18號這一天大家一定要改變戰術 因為我從體制內得到的消息是 為了鎮壓這次的反送中運動 中共已經做好了三項安排 第一個安排就是中共已經派了數千名的 這個防暴警察進入香港了 要和香港警察一起來鎮壓勇武派的年輕人 香港警方的力量比過去強大很多了 已經有能力對這些年輕人進行包圍 對他們進行毆打 已經有足夠的警力把這些年輕人全部逮捕 那麼第二個安排就是他們更加狠毒 他們派出了幾百個便衣特務要混進香港的抗爭隊伍當中 冒充這些勇武派年輕人在8月18號要襲擊香港警察 他們已經計劃好了要殺幾個香港警察 然後嫁禍給勇武派的年輕人 嫁禍給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那抵毀以和平抗爭為主的香港人是暴徒 那第三個安排就是現在在深圳已經集結了幾萬武警 那一旦是這個特務殺害了香港警察 然後香港警方又不能夠全面的鎮壓這個街頭的勇武派之後 林鄭月娥她就會宣布說暴亂失控 然後就會公開的要求中共派兵平亂 這個時候中共就會派遣一些武警公開的進入香港 那前幾天廣東的警察也進行了一些大規模的集結和演習 但是廣東警察的主要目標是防止廣東出現大規模群體性抗爭 那麼這一次中共要派到香港的主要的是來自於福建的武警 那很多香港黑社會也已經動員起來了 8月18號他們也會出動 那現在香港的反對派,尤其是勇武派的年輕人 大家一定要清醒的認識到現在的這個形勢 一定要及時地做出戰術上、戰略上的調整 那我在這裡給大家提出一些建議 我也會把這些建議提交給我所認識的香港反對派的人士 也希望所有的這些網友大家來幫忙轉發給更多的 這些香港的抗爭者 第一條建議就是大家一定要動員更多的人參加這一次大遊行 那現在香港警方的力量雖然很大,是增強很多 但是他們不足以攔截百萬人的大示威遊行 所以說遊行的人越多越好,越多越安全 但是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這次遊行當中保持非暴力原則 佔領這個道德制高點就是佔領政治戰、輿論戰的制高點 那第二個建議呢,是勇武派的年輕人在8月18號這一天 以及今後的日子一定要避開中共給你們設下的陷阱 不要給警方武力鎮壓你們的機會 大家白天一起去參加遊行,但是不要離開遊行的隊伍 千萬不要去包圍政府機構,不要衝擊他們 也不要和警察進行正面的對抗,要保存實力 真正的要做到Be Water 第三點建議就是大家要轉告所有的香港警察 轉告警察的那些家屬和他們的朋友 讓他們一定要注意安全 香港年輕人過去跟你們跟警察衝撞 但是他們絕對不會去殺害你們,想殺你們的是中共 對你們下毒手的一定是中共特務 掩護他們逃跑的也一定是中共派過來的警察 中共他絕對不會在乎香港警察的生命 在他們眼裡面,警察就是他們的走狗 就是他們的棋子,為了保住他們的政權 隨時都可以把你們犧牲掉 你們是可以被犧牲的 他們現在已經決定了要用你們的死亡 來抹黑這個反送中運動 來減少全世界對他們的這個輿論壓力 而且他還要運用這些消息來輿論大陸的老百姓 來挑起大陸人民對香港的敵對情緒 八九六四的時候,中共為了讓軍人仇視北京的市民和學生 他們就派出了一些特務,殺了一些軍人 這一次他們為了讓大陸人,尤其是大陸的武警和軍隊 反對香港人,他們也會運用特務來殺害香港的警察 所以說你們一定要非常的警惕 在執行任務的時候要盡量的和你們的香港警隊的同袍要在一起 絕對不要落單 對於那些攻擊你們的那些大陸特務 你們一定要把他們的身份公佈出來 把他們的資料交給反對派的人士 或者是交給國際媒體 大家一定要盡快的現在盡快傳播這個消息 要讓所有的香港警察都意識到大家所面臨的危險 最大的危險絕對不是來自於香港的反對派 不是來自於香港年輕人,而是來自於中共 這種時候大家的首要的任務不是維護中共,而是保護自己 另外呢,我也建議香港的反對派要做一個戰略上面的調整 一個政治反對運動當中,統治者他越是頑固越是殘暴 那麼抗爭陣營中的這個情緒就會越激烈 激進派的話語權就越大 那麼這個時候就會形成一種一定要與統治者 拼死一搏的這種集體心態 一種玉石俱焚的這種悲壯情懷 這種心態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情懷也是讓人感動的 但是絕對不利於這個運動的持續發展 絕對不利於運動最終取得勝利 現在中共是處於一種非常不利的局面 在國際上他們要面對貿易戰的巨大壓力 在國內的由於經濟上的下行 經濟危機老百姓的不滿正在增長,隨時都有可能爆發 而這個時候黨內的這個鬥爭也是非常激烈 所以說中共他們面臨巨大壓力 那這些壓力已經非常非常的接近這個臨界點了 只不過是現在這些壓力還沒有形成合力 現在還沒有整體爆發出來 所以說香港現在還在單獨抗爭 這個時候你跟他拼死一搏,香港反對派不僅僅是很難取得勝利 而且搞不好還會全軍覆滅,因為這個運動的激烈程度太高 中共黨內的這些死硬派他們就容易占上風 就容易在黨內形成一個鎮壓香港的統一的一致的意見 這個時候就形成了一個城市 反對整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的這種局面 這對於反送中運動非常不利,反對派取勝的機會很小 而且這個運動的激烈程度太高 中共的宣傳機器就比較容易抹黑香港的反對派 大陸老百姓就有可能被欺騙,讓他們群情激憤 來支持中共鎮壓香港,這樣就會形成了 以一個城市對抗整個國家的局面,那就對香港更加不利了 反對派就更沒有取勝的機會了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認清楚這個形式 同時也要記住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取得勝利 不是玉石俱焚 香港是一座非常偉大的城市,是一個融合了 東西方文明精華的城市 香港的這個自由精神對中國未來的民主轉型 那也會有非常重要的這種指導作用 香港現在也是一個富裕的城市 在過去一百多年當中,香港老百姓 香港人用自己的勤勞,用自己的智慧 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創建了香港這個世界金融中心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珍惜香港,不要放棄香港 不要抱一種玉石俱焚的心態 我們是要光復香港,而不是毀滅香港 大家要的是滅亡中共,而不是讓香港與中共一起滅亡 那為什麼要讓香港為中共來殉葬呢? 大家一定不要埋頭抗爭,一定要抬頭看一看 現在的世界局勢,現在的中國局勢 看清了這個局勢就會產生信心 就知道現在不需要拼死一搏,不需要玉石俱焚 香港人完全有能力,有機會讓香港在繼續繁榮的同時獲得民主 讓中共疲於奔命之後,徹底垮台 從目前的這個國際局勢來看 在今年明年這兩年當中,大陸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政變,兵變 更有可能的是爆發大規模的民變 那一旦大陸內部發生了變局 大陸的這個反共民主力量就會和香港的這個運動產生共振 但是那個時候香港人民就贏了,而且是贏得徹徹底底 所以現在不是和中共決一始戰的時候 而是拖住中共,消耗中共的時候 怎麼樣才能夠避免決戰呢?怎麼樣才能拖垮中共呢? 那最佳的戰略就是低劣度的持久戰 第一就是要降低運動的激烈程度 要盡量避免在街頭與警察發生武力衝突 不要去包圍或者是衝擊政府機構 像罷工罷市這樣的不合作行動 最好也只能是偶爾為之 時間一太長就會損害香港市民的利益 降低他們對運動的支持度 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大家可以去舉行和平遊行示威 幾十萬人上百萬人一起上 這是有效的低劣度的抗爭的方法 如果是中共派遣了大量的警察、武警進入了香港 那上街遊行會遭到強力鎮壓,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那麼大家可以用敲鍋抗議法 約定時間在每一天大家在自己家裡面一起敲鍋 讓全世界全中國人都聽得見香港老百姓反抗的聲音 讓敲鍋的聲音把香港的反對派連成一體 這個時候同時大家還可以在互聯網上面 對中共展開輿論公式 幾百萬香港人一起向大陸來傳播民主理念 來揭露中共罪惡,來動員大陸的維權群體走上街頭 這也是最最有效的低劣度的抗爭方法 用這種抗爭方法反送中運動就可以長期的堅持下去 只要反送中運動一直堅持下去,最後一定能夠取勝 我告訴大家,只要堅持到今年的十一 習近平的權威就有可能遭到極大的削弱 中共內部就有可能加速分裂 只要堅持到明年元旦,中共的這個宣傳公式就會失敗 很多大陸老百姓就會看清楚真相了 只要堅持到春節,那個時候食品的價格飛漲 那就會引起大陸老百姓的強烈的不滿 那個時候他們就有可能走上街頭抗議 如果是這個反送中運動堅持到明年春天 兩會前後,大陸的群體抗爭會全面展開 會和香港運動互相呼應,形成一種全民共振的局面 那就一定會把中共震垮 所以說大家現在所要的是要堅持下去 不需要跟中共硬拼,一定要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就能大獲全勝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請大家幫忙傳播視頻當中的內容 謝謝大家,下次再見